虚假平静背后 暴风骤雨即将到来 何时将见分晓 8月份 自从佩洛西窜台 并引发中国控台军演以来 这段时间 全球经历了一阵难得的平静期 这种平静不仅指东西方之西台 中东东欧三大前沿战线 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拉锯 更在非地缘层面的政治 经济 金融 科技 产业等方面 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但是 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的稳定 事实上却酝酿着 更猛烈的暴风骤雨 这种平静的实质内涵 使世界大国在比拼智慧 更是主要棋手正在比拼耐力 而与此同时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 也正屏息名誓 焦急地等待着历史的宣判 大家都在一分一秒地忍受着煎熬 就等着不义双方的其中一方 率先出现闪崩的一幕 从而让自己做出正确角色 就此脱离苦海 三大战略前沿的拉锯 西太方向 8月21号 浙江海事局继续发布航情警告 8月22日 2时至16时 东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 禁止任何船只驶入 自佩洛西窜台以来 我军已经连续军演超过三周 真可谓是前三天后三天 左三天右三天 里里歪歪又三天 到底有多少个三天 恐怕自此无穷进言 直到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而自从这个新时代的炮击金门打响之后 西太局势演变的主导权 就已经抓在了我们手上 什么时候掀翻西太安全框架 不过就在中国的一念之间 而这种随时可能掉下的达摩克利斯之箭 则必将成为美国 台独 日韩未来也不能昧的梦魇 美日韩台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恐怕换作是谁 都会被搞到神经衰弱 尽管这种痛苦的日子 不知道将要熬多久 但是那也总比锋利的剑掉下来 让脑袋搬家来得好 于是在痛苦之余 他们还必须展示出非常不痛苦 甚至还极其亢奋 非但表现得不怕利剑掉下来 反而还在不断摆弄花拳绣腿 给自己壮胆 假意还可以吓住中国 不敢让剑掉下来 于是我们也看到 自佩洛西窜台后 8月7号 立陶宛交通与通讯部长率团访台 8月14号 美国又有五个议员访台 8月16号 韩国空军T-50教练机驚停台湾 8月18号 德法两国太遣13架军机 不惜飞越半个地球飞抵亚太 并宣称准备飞越台海 可以看到 一时间 西方拼凑了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杂碎 其目的就是要极尽全力 来维持台海事实上早已失衡的平衡 如此 即便他们也心知肚明只是作秀 但也希望基于此给全球一杆吃瓜群众看到 西方仍然可以拼凑一堆杂碎来恶心中国 并依然有强大实力来维持台海平衡 西台方向的拉锯 其实根本就是中国有意放水 以中国当前的近海实力 别说是这几个杂碎 就是美军11艘航母摆在门口 再加上全部北约加日韩的舰队 也完全是不够打的 因此 与其说是拉锯 不如说是中国故意保持前沿平衡 其核心意图有两个 其一是继续拉清单 其二是催促其他战线突破 就其一而言 在中国封锁台湾海空之际 一堆访客和军机还能顺利抵台 都是中国有意放进去的 台湾已经成为了识别敌我的重要试金石 凡是在此刻还在鼓噪和发展对台关系的 都必定是中国的敌人 放他们进去 就是在拉清单抓证据 有了这些时政 未来雷霆之际才能无所顾忌往死离打 就其二而言 当前其他战线寂静无声 则证明起义同盟中的众多国家 正在热切期盼台海事变 中美短兵相接 以便大家好渔翁得利 因此中国在完全具备实力并掌握主动的前提下 又怎么可能犯低级的战略失误 而为他人作驾衣裳 东欧方向 8月以来 东欧方向可谓是热闹非凡 我们在上篇中国随时将为全球局势注入重大变量中曾阐述 随着中国炮击金门抓到战略主动权后 俄罗斯的压力必然会陡然增加 事实也正是如此 除了上篇提到的俄筑克里米亚和白俄罗斯的空军基地 遭到大规模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外 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核电站已经连续一周遭遇炮击和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 核电站的安全已微如泪卵 8月19号 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就奥斯克尔机场再次遭遇袭击 戴药库发生剧烈爆炸 8月18号 克里米亚领导人顾问奥列格·克里奇科夫表示 当晚克里米亚大桥附近传出巨大爆炸声 而就在7月18号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就曾公然警告 如果乌克兰攻击克里米亚 那么就将遭致俄罗斯审判日式的回应 然而 就在一系列袭击发生之际 不论是机场被炸 核电站被炸 乃至克里米亚被炸 腹地别尔哥罗德被炸 俄罗斯非但没有进行审判日式的报复 而且连大的攻势都没有发动 甚至连机场吃了大亏之后 都竟然一口咬定不是乌军攻击 而是事故导致 俄罗斯如此被打脸 却依然不肯向前再走一步 就是渴望西泰战线能够出现火拼的情况 从而使得自身的战略压力可以大幅消解 甚至出现战略逆转 而眼瞅着远东方向只打雷不下雨 那么 自己也只能咬着牙熬着 否则 已经过半年战场的剧烈消耗之后 当前军事资源已经捉襟见肘 绝不希望战线再继续扩张 从而使得自己陷入更深的战争泥潭 因此 俄罗斯也选择了煎熬 搞起了与各方拼耐力的战术 在俄罗斯转入耐力比拼后 自然有人不希望陷入这种状态 原因是自己正处于更严重的煎熬之中 8月20号 美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最新一批 价值7.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而与此同时 自18号起 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 毕陶宛 已先后宣布对俄罗斯人关闭边境口岸 芬兰从9月起将对俄减少90%签证 波兰也正在考虑类似规定 而捷克也表达了对该禁令的支持 与之相反的是 德国 法国 葡萄牙 荷兰等西欧国家 则纷纷对此表示反对 显然 这么多东欧国家集体掀起对俄入境限制 必然在背后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 意图给俄罗斯带来更多骚扰 从而又使俄在新的压力下做出激烈反应 从而扩大欧洲的不稳定 甚至于让俄乌战火扩大 以便驱赶欧洲的资金前往美国 为美国内部两大滋滋作响的高压锅 适当进行降压 尽管美国继续拱火 但俄罗斯当下就是咬着牙不肯跳坑 双方在乌克兰战场陷入对号 俄罗斯虽然耗不过美国 但它却可以拉着欧洲一起下地狱 8月19号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宣布 将对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涡轮机组进行例行检修 因此将会在8月31日至9月2日停气三天 要说俄美两国 毕竟国家单一体量够大 确实有足够的内力支撑 可是欧洲作为风箱中的老鼠 也被拖入对号之中 那就真的有点搞笑了 夏天已经连续高温干旱 森林大火此起彼伏 河床干涸粮食锐减 在此情况下 7月CPI更是高达8.9% 以再次刷新历史记录 事实上 欧洲正在被抽干最后一滴血 作为欧元区发动机的德国 德国央行发布预测 未来几个月 德国CPI恐将高达两位数 德国经济也将陷入衰退 眼看凛冽的寒冬转眼就将到来 欧洲如何度过这个冬天 都将是个问题 美国 俄罗斯 欧洲都步入煎熬之际 没想到最先熬不住的 竟然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英国 英国历来以老奸巨华著称 善于玩弄平衡左右风源 然而 当下不仅玩出了苏格兰和北爱的独立 玩得整个政府陷入瘫痪 CPI更是玩出了10.1% 这个发达国家的桂冠 在如此骚操作下 英国人率先不干了 自6月以来 首先是卡车司机实施了大罢工 然后7月份 英国铁路 海市运输工人联盟RMT宣布实施大罢工 8月21号 英国最大港口 欧洲最大港口之一费利克斯托港 又宣布大罢工 该罢工将持续8天 在一系列的罢工影响下 英国的物流 供应链 能源 物资陷入全面混乱 接下来必将引发西一轮的CPI高涨和社会动荡 在整个西方都陷入内耗的情况下 英国极有可能成为第一块倒下的骨牌 中东方向 相对于西泰和东欧 二者虽然维持着暂时的平衡 但双方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拉锯战 而中东却是出奇的平静 当然 这种平静下 使各个地区势力正在合纵连横 为自己在未来的超级冲撞中 寻找最佳的避难位置 期间有两件事值得关注 其一是以色列和土耳其 其二是阿联酋和伊朗 8月17号 以色列宣布与土耳其恢复外交关系 我们知道中东局势即将面临变天 尤其是中东爱沙伊土 都已表态加入金砖及上合组之后 以色列是西方在中东仅存的硕果 但其未来真的是生存堪忧 于是 无论是基于对自己的未来的安全考虑 还是基于西方阻击中东变天的考虑 以色列与当前中东地区 唯一的北约国家土耳其恢复外交关系 当然就能从某种意义上 维持西方的中东影响力 同时也能够适度缓解 其未来在中东面临的恶劣环境 而就在以色列与土耳其建交的同时 8月22号 阿联酋宣布重新恢复 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阿联酋作为沙特的小弟 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 代表了沙特与伊朗修好的态度 而中东穆斯林世界的两大派别 可谓是争斗千年 正是以伊朗为首的实业 派与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 一向水火不容 从而才导致整个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 进而让域外大国 尤其是西方插手中东事务 找到了绝佳的抓手 如今在东方智慧的斡旋之下 沙特伊朗这对千年世仇 正在迅速和解 随着阿拉伯世界重新走向团结 那么西方主导中东的时代 必将一去不复返 而阿联酋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 必将为沙特与伊朗正式建交 打下坚实的基础 因此我们看到 中东表面的平静之下 各大势力正在迅速重组 为应对下一轮暴风骤雨 正在蓄积力量 艰难之中寻求突破 当今这个世界 要说是谁最拿凹也最着急 恐怕非美国莫属 作为西方世界 也是当今头号领导国 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其变局核心就是美国丧失原有的霸权地位 其作为西方的领头羊 自然面临着比西方其他国家更大的战略压力和紧迫感 因为美国一道意味着整个西方的垮塌 而其他西方国家尽管也感觉时间紧迫 但相对于前面有美国这个大个子顶着 他们的心理压力要小很多 况且他们还时不时地被美国抓中钉 也时不时地为美国输血 因而这一切都让美国背上了巨大的战略压力 于是在当前整个世界处于短暂平衡之际 美国不得不抓紧时间 多管旗下试图找到破局之法 南亚统一下 8月11号 据美国CNN报道 美印将于10月中旬在中印争议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该演习地点距离中国边境仅95公里 美国在此时穿夺印度进行联合军演 当然也是希望实现一是二鸟的目的 一是尝试从南亚方向打入戒子 二是拉拢印度扯全球起义的后腿 首先 美国当前东欧和西太方向都已陷入战略僵局 而中东方向其更是提心吊胆 不敢妄动 中亚方向其影响力已击近被清空 东南亚方向刚刚布林肯在菲律宾还踢到了铁板 环视亚欧大陆 还真是无处下嘴 于是其终于描上了印度 由于中印之间存在领土纠纷 而且印度本身国内漏洞百出 其也生怕西方黑手暗中发难 因此 美国借此通过筹划在争议区军演 就可以恶化中印关系 给中国上演要 其次印度作为金砖国家和上河组织成员国 如果加强美印关系恶化中印关系 则能够有效瓦解东方集团的团结 严重打击当前全球起义的势头 在迟滞起义进程的同时 为西方争取更多时间 非洲倒戈乱 8月7号 美国务卿布林肯开启非洲三国之行 分别访问南非 卢旺达和刚果金 布林肯此行目的极其明确 就是到远离欧亚大陆的撒哈拉 以南非洲进行捣乱 意图从远方寻求突破口 访问南非目的 与上面的美印军演意图完全一致 即通过拉拢作为金砖国家的南非 来瓦解东方集团 迟滞全球起义进程 而访问卢旺达 则是对抗中国影响力 卢旺达作为曾经种族大屠杀之地 西方富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过去对于这样一个连正眼 都不会瞅一眼的小国 如今堂堂超级大国的国务卿 却要亲自登门 原因就在于 卢旺达完全复制了中国模式 成为了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样板 因此布林肯才不惜屈尊前往 就是为了抗衡中国模式的影响力 而其前往钢国金 则是对为了破坏中国的资源战略 因为钢国金是中国重要的矿产进口国 8月9号 布林肯造访金沙萨 可是其前脚刚走 后脚便发生恐怖袭击 8月13号 钢国金一个恐怖组织 袭击了中国矿产公司的采矿区 导致四人死亡两名中国人质失踪 拉紧芯片脚索 要说美国的美印军演和非洲捣乱 不过是毫无建树的恶心之举 那么 美国强化对全球芯片的控制 才算得上是有点技术含量的手段 我们在之前 中国火力全开美元霸权 必将遭受沉重一级层阐数 随着中东变天在即 锚定在石油根基上的美元霸权 已经摇摇欲坠 因此 其在无法再维持石油美元结算的情况下 作为石油的替代品 芯片这种全球信息产业的核心资源 或将替代石油成为美元的新锚点 如果美元未来锚定在芯片上 那么世界其他国家买芯片 就必须使用美元 如此 就能够实现对美元霸掘续命 因此 正是在这种新的战略构想下 美国从去年开始 便不断向日韩台等芯片企业 强行索要机密信息 不顾之相的疯狂控制芯片 8月9号 美国总统拜登更是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 不仅大幅补贴芯片企业 更是严禁芯片技术流入中国 并严令芯片企业不得扩大在华生产 恐怕这也是美国能打得出手的 为数不多的有效牌了 只是 美国在严控芯片的同时 中国则在大肆侵吞全球制造业 未来即便美国控制芯片 恐怕也将只有中国这一个客户 不知届时美国将做何敢想 全球大国打脸保命 我们看到了一幅火酒剑的奇景 那就是原来高高赛上风光无限的世界大国 如今似乎都不要脸面了 比如中国 前面被立陶宛这种小国羞辱 后面美国亦干亦远跑去台湾恶心 似乎大国颜面丢尽 比如美国 前面拜登被沙特阿联酋 也是好一顿羞辱 后面面对中国随时收台的举动 堂堂超级大国的航母舰队 只能像贼一样在远处溜达 似乎超级大国也是颜面济湿 比如俄罗斯 炼凿已经被打中了 不仅前面西方国家 丝毫不顾及俄罗斯的任何脸面 把俄罗斯的能源 矿产草木连人 带猫狗都羞辱了个遍 而现在俄罗斯面对克里米亚被攻击 且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 干脆把自己吐出的唾沫都又舔了回来 早已不知脸面为何误了 而相对于俄罗斯 欧洲更是个难兄难弟 前脚跟着美国拼命鼓噪制裁俄罗斯 结果卢布杰算令一出 自己立刻成为泄了气的皮球 关键在能源大棒的威慑下 竟然直接准备回到中世纪的生活方式 欧洲人别说是脸面 就是几百年来那种莫名的高贵 也直接被打到阴沟里了 在这种奇葩的世界里 中俄欧美作为当今世界的主要棋手 事实上 大家不是不想要脸面 而是因为彼此都陷入到了相互消耗的死扣之中 就如同相互抓着手臂站在悬崖边的四个人 前进一步后退一步都将坠入万丈深渊 谁都没有退路 大家都在熬着 就看谁先体力不支而松手 在这种生死一线的关键时刻 谁还能顾不上脸面 但他们相互之间又频繁打脸 目的就是激起对方的妄动 以诱对方做出战略误判而率先坠牙 现在的情况是 美国通过台湾打中国的脸 中国通过军演打美国的脸 美国通过拱火乌克兰打俄罗斯的脸 俄罗斯通过能源大棒打欧盟的脸 在这个四角链中 美国打得最多 但只有中国有能力打美国 俄罗斯虽然挨打 但可以回头打欧洲 四方之中唯有欧洲只有挨打的份 因此全球破局极有可能出现在欧洲方下 特别是英国 因此在沧海巨变的前一刻 世界反而出现了死记一样的瓶颈 或许这正是旧世界彻底死亡之前的回光返照 总之 人们见证历史的时刻已经为时不远 而在四方对号之中 中国是当前唯一有能力直接掀桌子的一方 虽说中国当下有意掀不掀桌子 当然即便想要掀桌子 西方会让中国轻易掀桌子吗 肯定不会 因此 在大家正在相互消耗陷入僵持之际 中国真正的问题 依然在内而不在外 抓紧时间清除内毒 才是赢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障 尽管相互消耗必将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主题 但两极不稳定状态注定无法持久 相信两年之内必定见分晓 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桌子